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各位保安大哥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吓你们的 我只是不想重修留机 我 左阿尔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实验楼闹鬼 所以我来看一看 没有闹鬼 是我 我这学期学得一塌糊涂 担心考试考不过 所以才来这里开夜车的 没想到闹那么大 你每天翻进翻出的也不是办法 考试要考过 背书也很重要 我知道 但是我都没有弄懂 我 继续不住 原来是这样 那 我教你吧 你又给我补课 你以为我愿意啊 谁让我倒霉 每次在关键时刻都好像欠了点什么 没有啊 你不欠我什么 我刚刚不是吓到你了吗 其 其实没有了 我敢来这里 就是抱着被抓住也没办法的形态 我说欠了就是欠了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周六上午十点半 你来我家 地址你记得吧 记得 走吧 你笑什么 我 我 我开心啊 我发现 每次在我最不知所措的时候 所爱你就会出现 而且还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帮我渡过难关 这种感觉我也说不太清 但有一种安全感 顾小马 你知不知道 其实你对我来说 就像是 嘘 这些病例 这么多的书 谁知道你是寻衣的吗 这些病例 都要看 这些 这些 还有这个 还有这些 都要看 真的要把这些都背起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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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刚才梦到我挂科了 不会挂科的 距离考试时间还有一个月 我们这个进读 是可以的 只不过实验课 应该要开启四叶车了 这 这个没问题 我自己可以搞定的 那怎么行 既然我管了你 那就要管到底 左安 你这么帮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你想感谢我 当然了 不然我也太不知人图报了吧 你说吧 无论任何事 这样 你就拿奖学金 来给我当补课费 奖学金 嗯 你怕拿不到 我才不怕呢 大不了拼命嘛 对不对 好 那就约定好了 嗯 好 来吧 好